反對違章工廠 拒絕就地合法 畫面上變了顏色的土壤 這是受到重金屬污染的農地 環貿團體質疑這些非法占用農地的違章工廠 認為政府所合定的福島未登記工廠 合法經營方案中以劃定特定區的方式 意圖讓農地直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 使違規在先的工廠 不用負擔污染農地的責任 將嚴重影響國人糧食安全 你表面上塑造說你是要解決問題 然後要全面地福島工廠合法化 但是實際上你針對的 其實是特定的利益團體 以全體國民包括原住民族和其他民族 身體健康還有生命財產安全為代價 律師詹順貴表示 政府如果要讓違章工廠合法化 應該盡可能地福島違章工廠 進到合法工業區 而不是就地合法 許多違章工廠排放的廢水空污 不僅對整體農業生產環境 造成巨大負面影響 危害了農產品的品質 還有農民生計 未來也將傷害國人健康 與食品安全 環保團體要求政府 對於違法工廠應該停止使用 土地不得轉租轉售炒作等 應回復為生態用地 負起生態與糧食的補償責任 記者是故立法院採訪報導